在无穷的平行宇宙里 总会进化出一些奇葩的社会习俗 比如在这个单身狗随时可能被姑娘骗走并吃掉的世界里 情种小莫就显得特别危险 话说这天小莫跟着老爷去某星球过八蛋节 这个节日有点像地球圣诞节的变种 经历了那么多心类不爱的冒险 小莫很享受这种纯朴喜庆的节日氛围 劳瑞却始终感觉不太对劲 比如那个烟虫先生看着也太圣人了 小莫心里大约也是这么觉着 但就是嘴硬 啊不圣人啊和圣诞老人差不多嘛 劳瑞似乎不太高兴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去喝酒了 你自己去解吧 三个小时后咱们就走 至此经典的恐怖片行为出现了 分头行动 小莫处在那里盯着烟虫先生 自我安慰到 他没那么圣人 没那么圣人 烟虫先生却跟他抛了个面眼 一个不太有魅力的人抛面眼 只会让人心头一寒 小莫防线失手 扭头就跑 晃步折路 结结实实撞上一个妹子 妹子仰面朝天 头发散开 像寒露里的一团烈火 点燃小莫的干材 躁动的荷尔门迅速 占领智商高地 小莫露出经典的睿智表情 嗯对不起呢 我都没看路 妹子说不打紧 毕竟大家都忙着过节 估计你是忙着去见家人 或者女朋友吧 情长老子 小莫立刻捕捉到 关键要素女朋友 哎别 人家没有女朋友啦 妹子似乎很吃惊 仿佛单身狗不配活着 你竟然在八蛋节 孤生一人 那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小莫做梅也想不到 进展会如此的快 妹子把她带回自己家 说要见父母 大过节的孤生一人 爸妈一定会喜欢你的 小莫的额头滚过痘大的汗珠 她沾了鼻挺 努力做好表情管理 妹子的父母却很震惊 他们在新闻上 看到女儿的车被炸毁了 想不到她还活着 一家人围成圈 沉浸在 吃而复得的喜悦当中 过了许久 妹子才想到旁边 还有个小莫 爸妈 这是小莫 假肖boy被迫营业 全家人直勾勾的望着小莫 看到她如忙在背 如坐征战 转头就要走 妹子拦住她 并跟爹妈介绍情况 小莫一个人在街上溜达 没有亲人朋友 今天还是八蛋节前夜哦 爸妈立马心领神会 这样啊 那你务必留下 马上就要吃晚饭了 面对热情的家人 小莫突然就不慌了 感觉自己很快就能融入这个家庭 与此同时 老瑞也找到了一家酒吧 他按照手里的宣传册 找过来的 真理肉排的教堂 哎 不知道这里的白痴 兴奋怎样的蠢神 这位神嘴烈的家伙 可真像小莫啊 老瑞推开酒吧大门 店里就一位 比自己还突的老汉在买醉 老瑞问他 节日是不是过得挺糟心的 老汉说也就那样吧 老婆跑了 还带走了孩子和狗 甚至还带走了八蛋夫拉哥 老瑞也是闲得无聊 忍不住多问一嘴 什么是八蛋夫拉哥 老汉悠悠介绍起 这个悠久的传统 八蛋夫拉哥 可谓是八蛋节的精髓 每年的这天 孩子们都会开开心心 提上袋子 走进一家肉铺 但是今天没有人买肉 他们只想买一个 最大的八蛋夫拉哥 传婆的老板 会把童真的孩子 带到仓库 那里蹲着 各式各样的年轻小伙 可供挑选 听到这里 老瑞有点不急 八蛋夫拉哥 是什么 年轻小伙吗 老汉已经喝到恍乎 说这才是节日的精髓 八蛋夫拉哥 就是你在八蛋节前夜的街头 找到一个孤单的小伙 请他来家里 云狱一番 再吃掉他 这是很悠久的传统了 可惜现在文明社会 大家习惯去商店里买了 老汉话没说完 老瑞拔腿就走 他对小莫还是很有信心的 下体思考的王者 四个异性都能拐走 估计现在已经完事 爬到人家饭桌上了 不去救他 那真是炸都不剩 老瑞在大街上无助的呼喊 但哪里找的见小莫 当时就挺后悔的 想着下次应该带他解出来 这时一位神秘人物 突然过来搭话 说我或许能帮上忙 哈哈 只是小莫还在那恍恍惚惚 这不是在做梦吧 怎么妹子就把我带去她房间了 抽屉里的内衣 怎么就泡出来了 一切都顺利的让小莫感到害怕 敬严告诉她 过于仓促的姻缘 往往是不被祝福的 但她已经无法思考 妹子说自己是个传统的女孩 上次和别人这样共度良宵 还是三天前 整整三天啊 度日如年 我已经等不及春分一度 完事再把你涂满酱汁 塞进烤箱 小莫突然喊停 幸存一丝侥幸 什么酱汁烤箱的 你是对接下来的活动的某种比喻吗 是什么老司机圈子里的行话吗 这下轮到妹子满脸疑惑 门外的妈妈恰好敲开了门 你要怎么处理小莫啊 你爸准备了魔鬼辣酱 喜欢吗 妹子很生气 急什么急 咱们还没有把该办的时候办了呢 你好歹尊重一下我的隐私吧 妈妈似笑肥笑 好好好 还没开始呢 我琢磨着都该差不多了 快点啊 大家都饿了 只是小莫就算是用钩子也该想明白了 这哪里是要吃我 这根本就是要吃我啊 妹子赶紧跟上 怎么 你是不想办事 还是不想被吃啊 快点解释清楚 不然你失去的只是生命 我失去的却是名声啊 而且爸爸已经做了酱汁 现在退出 太迟了 小莫被拦在了门前 一家人整整齐齐 平平静静 这才是最吓人的地方 不怕坏人大吼大叫 就怕变态冷静静 小莫 你现在失去了云语的机会 直接进入了下一个环节 有点遗憾哈 这样出锅可能有点骚 色色发抖的小莫 无处可躲 懊恼万分 回想自己的一生 每每遇到点粪流式 轻则小命不保 重则宇宙毁灭 年轻人谈个恋爱 可真不容易啊 烟虫里突然爆发出一股射线 吹枯拉朽的力量 毁掉准备干饭的一家人 最后烟虫先生 带着老瑞从烟虫里出来 说小莫 我是近乎神的存在 什么都看得到哦 我能看到你的家人 我能看到你的卧室 托起国产 拍云烟虫先生 我什么都没跟他说 他能看透宇宙之间的帷幕 赶紧跑吧 酸贼 烟虫先生看起来怪吓人的 但最终还是靠他救了小莫 妹子看起来人畜无害 软门可爱 却差点把小莫弄到顽里去 小和尚下山化摘 老和尚特别交代 山下的女人设老虎 遇见要躲开 因为最难防的骨功 是让你不设防的 人摊杀的好事 总以为那是命运的偏爱 很少去想为什么是自己 这种行为越等于自己骗自己 如果一个人开始骗自己 那么离被人骗也就不远了 山下的女人是老虎 遇见了千万要躲开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